澳门贵为东方拉斯维加斯 目前已经有至少30多家赌场24小时营业 成为全球赌客的聚集地 最近再添一名中央级的新成员 美国博彩业大亨斯蒂芬永利 却看好这座赌城的发展前景 十年前开设澳门永利赌场之后 仅期在大手笔砸了40亿美元 打造一座富丽堂皇的豪华度假酒店 永利皇宫 走入星期一开幕的新酒店 首先看见的是人造湖 再来就是音乐喷泉以及缆车等设施 占地600万平方英尺的度假村 还设有赌场 各种高档的名牌商店 以及上千间的酒店客房 让民众直呼气派十足 因为其他的 以前来过几次嘛 然后其他的也有去转转啊玩玩啊 然后觉得很兴奋 无论是整体的那个 就跟永利那边比起来的话 这边永利皇宫会更舒服一些 可能感觉更气派一些 用三个字形容吧 受到中国重拳打摊的冲击 澳门博彩业苦哈哈 目前已经跌至五年新低 市场分析 当地近年来迎来至少三家新赌场 对原本就已经惨淡经营的澳门博彩业而言 根本就是愁上加愁 要在短时间内回本 有点艰难 尽管 但永利并未透露新赌场的赌台数量 不过根据报道 政府只是批准永利所申请的三分之一赌台数量 消息一出 冲击永利的股价 尽管如此新赌场越开越多 竞争越加激烈 到头来赚得最大的 莫过于享有更多的优待和选择的赌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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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